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大家都知道,NBA球员的薪金不菲 即便是新秀球员也有至少几十万美元的年薪 而为了让这些年轻的有钱人管好自己的钱 NBA特地成立了专门的培训管理机构 来教他们如何打理自己的财务 不过人一旦有钱就容易飘 这些天才少年们真的能压制住自己的消费欲望吗? 今天阿斌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NBA球员拿到自己的财务 第一笔工资时都会去做什么 看谁是NBA孝心担当 而詹姆斯又如何坐实联盟扣王 拥有一辆豪华座架是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NBA球员也不例外 很多人就在拿到职业生涯低筒金后 大步走进了4S店 2019年,壮业西安威廉姆森 被称为勒布朗·詹姆斯之后最有天赋的球员 这位杜克前锋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身材和速度 可以随时撑向篮筐 在他还没进NBA之前就深受外界关注 除了篮球才华,还因为他的商业价值 威廉姆森与新奥尔良提护队签订新秀合同薪资是最高的 对于新秀而言,顺位就是金钱 除此之外,他还成为了乔丹品牌的代言人 一夜暴富的胖虎和很多球员一样 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去买车 不过不是给自己买,而是给别人 威廉姆森花了近4万美元 为他的兄弟定制了一辆吉普木马人 不得不说,有这样情深义重的哥们真好 可能有人觉得4万美元对于西安来说是小钱 那么试问,有谁在他工作的第一个月就给你买一车咕噜呢? 大部分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通常只有自己 在与老鹰队签下新秀合同后 特雷扬任性了一把,为自己购买了一辆奥迪R28 作为自己进入NBA的礼物 只不过,一些老将给他整了一出恶租剧 在特雷扬的爱车里塞满爆米花 阿斌只想说,这玩笑真的是奶奶咬核桃,老掉牙了 作为常和特雷扬对比的冬季棋 在进入NBA之前,就用在黄马赚的钱给自己买了一辆保时捷 在购车这方面算是领先了特雷扬一步 然而最爱买车的是奥尼尔 大鲨鱼名下的豪车数量非常多 车库里就停了至少60辆 当他作为新秀拿到第一桶金时 就去奔驰的4S店买了三辆车 还记得梁家慧那句经典的电影台词吗? 我们做的都是奔驰,都是老斯莱斯 你做的是马自达,怪不得你塞车 买完奔驰之后,想必大鲨鱼就没堵在路上过吧 对比爱车党奥尼尔 莫兰特买车更多的是表达孝心 在与孟菲斯灰熊队签下新秀合同后 莫兰特为他的父母购买了一辆 稻奇Changer SRT和一辆奥迪L8 灰熊未来的领军人物志得意满 为能够帮助他的父母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而感到高兴 生子当如莫兰特啊 不同于其他人一致千金 贵为现役第一人的詹姆斯可以说是非常抠搜了 当勒布朗在2003年进入联盟前 他就是天之骄子 是最炙手可热的天才少年 高中时期 很多品牌商就看中了詹姆斯的商业潜力 想方设法与其接触 詹姆斯的天赋使得原本不富裕的家庭迎来了最早的曙光 进入联盟之后 小皇帝除了以状元秀的身份 与克里夫兰骑士队签下薪资分扣的球员合同外 更成为了耐克旗下的天价代言人 然而詹姆斯没有大手大脚的花钱 他也没有把钱给到身边的人 精明的他把支票存入他的开户银行 只带着2000美元现金离开了 随后带着他的爱人和朋友去了一个大型的游乐园玩耍 就这样 詹姆斯只花了很少的钱来享受和庆祝他进入NBA 和其他球星相比 詹姆斯显然更加低调 更加抠门 当然也更加理智 勇士的23号就做不到詹姆斯这样 格林为了清楚自己进入NBA 在当晚就花了五位数的钱出去玩 格林事后表示 这是一项不必要的支出 他本可以花少点钱 一样可以度过美妙的时光 除此之外 平民哭出来的球员经常会被身边的人 当作借钱的冤大头 但是詹姆斯就从不理会胡碰狗友 这也是詹黄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永远保持清醒的大脑 同为状元的西蒙斯 在2016年进入NBA的时候 也是何等的雄资因发 未来似乎就在他的脚下 不过他也很快败倒在了自己宠物的脚下 别误会 不是詹娜这只妖猫 而是正经的宠物猫 在西蒙斯的新秀年 他为自己买了一只很有异国情教的 雌姓萨凡娜猫 此猫品相一流 横讨主人喜欢 但西蒙斯经常外出比赛 无暇顾及它 要知道 不仅女人需要陪伴 宠物也是 于是当西蒙斯注意到这只猫成为孤独患者之后 为了他的猫生圆满 又特地买了另一只品种相同的猫 来了个拉狼配 这笔交易总共花了他一万美元 然而接下来西蒙斯就后悔了 不是由于钱的关系 而是因为两只猫在一起经常打架 表现得像野生动物一样 只听过一山不容二虎 还投回听说一屋不容二猫的 结果他不得不把其中一只送走了 这不知道是不是也预示着自己和恩彼得的命运呢 作为NBA新二代的汤姆森 家境殷实 拥有一名NBA球员作为父亲 他很早就被教导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财物 所以在汤姆森成为职业球员之后 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有着类似于爆发户的行径 不过汤姆森完是众所周知的 看到前面西蒙斯养猫 你是不是会猜汤姆花钱买狗了 哈哈 恭喜你 答错了 当汤姆森与荆州勇士签下他的第一份合同时 他用工资买了一张台球桌 这是要练就一杆青台的手艺啊 其实运动都是互通的 在篮球场上设得精准的汤姆森 面对这一个个洞洞 相信也能挥甘自如 对比其他人买了东西放着吃灰 汤姆森表示 直到今天他都还在用这张台球桌 恐怕球杆都磨包浆 桌面都磨吐鲁皮了吧 对比汤姆森的小资生活 现如今联盟叱咤风云的自母哥 范年幼的时候可是弟弟道道的苦孩子 他的童年在希腊度过 父母是当地的非法移民 由于语言不通 找不到正式工作 只能通过不断地打短工养家度日 有道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自母哥从小就和弟弟一起推着小车 像小商小贩那样在街上叫卖小玩具和小饰品 全家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后来自母哥的身体框架逐渐涨成 身高体长的他在篮球上鹤立集群 在一次比赛的时候 幸运地被球探看中 于是他才有机会把天赋 带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进入了NBA 当他在公路拿到第一份合同的时候 自母哥二话没说就几乎把钱全都汇给了远在希腊的父母 自己账户胜得搁干净 他坚持吃球队的午餐 吃不完的剩饭他会打包回家继续吃 穿了几年的鞋子已经磨损很严重了 他都舍不得扔 相较于其他球员豪车出入 对他而言 别说买车了 就连打车的钱都付不起 没钱的自母哥最终只能跑步去球馆打比赛 跑在路上他遇见了一对好心夫妇载了他一程 他唯一善待自己的地方就是买了一套400美元的游戏机 这是本视频中出现的最小金额的礼物数字 但是自母哥没玩多久 就想到自己远在希腊的家人还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 觉得自己实在不能这么奢侈 就忍痛把自己刚买了一天的游戏机卖给了球队的助教 后来自母哥把自己的家人接到了美国 住进了大房子 他才又想起了自己 又想起了游戏机 只不过他没有买台新的 而是用折扣架又买回了助教手里的游戏机 看到这里 阿斌决定今晚晚饭不驾鸡腿了 每个人的金钱观都不一样 这没人之后就不断堕落的球员 今天这部影片 阿斌就带大家盘点一下 NBA五大高薪低能的薪水小偷 不过需要事先声明的是 像一些拿到大合同就遭遇大伤的当家球星们 例如沃尔、罗斯等人 这些不可控的意外不能让他们受到这样的非议 好了 接下来正片开始 第五名 凯文乐福 自13至14赛季结束后 骑士组成了以三巨头为核心的夺冠班底 可是乐福一直处于交易流言的风暴中心 但是他本人却并不那么担心 因为骑士管理层对他真的十分慷慨 2015年7月9日 骑士与乐福签下了5年1.1亿美元的长约 其中第五年是球员选项 稳定住了第三巨头的军心 让人意外的是 原本被认为最有可能离队的乐福 反而选择在2018年坚守克里夫兰 而骑士也再次送上4年1.2亿美元的续约合同 足以让他在骑士一直达到2023年 乐福是一名优秀的内秀球员吗? 毫无疑问 是的 但是他真的值这样一份合同吗? 对于一个30岁的内线来说 乐福除了有一艘远头和长船之外 他的移动速度并不能适应当下盛行的小球风气 即便是作为一名老将 乐福对于骑士队内的新人们 好像并没有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指教 反而是他与塞克斯顿等人众所皆知的矛盾 让骑士更衣室摇摇欲坠 以至于当他在20-21赛季 在首发出战25场比赛的情况下 场均出场时间比打替补的新秀时期还要短 只能砍下12.2分7.4篮板 很难说他是真的状态出现明显的下滑 还是消极对付比赛 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独自带队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考虑到他还有最后两年的大合同 很有可能会让克里夫兰这座小球士 更难以留下队内的天才新秀 骑士会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苦恼很长时间了 第四名 麦克康利 2016年夏天 灰熊队为当家的核心空位麦克康利 开出5年1.53亿美元的历史最大合同 而这个消息一出 就被许多人嘲笑为NBA历史上最大垃圾合同 因为在2021年之前 都未曾入选过全明星之中 但是这样一笔合同 对于孟菲斯人来说 绝对是物有所值的 康利为灰熊效力的12个赛季里 他的得分数 出场数 助攻数 抢断数 以及三分总数 均为队史第一 是当之无愧的队史最佳球员 可是这样一笔昂贵的合同 发在其他队伍中就显得尤为的刺眼 尤其是当他在2019年夏天转会到犹他身边时 场均得分从生涯最高的21.1分 跌到14.4分 40.9%的投篮命中率 生涯第二差 即便20-21赛季的数据有略微的提升 但是考虑到他排在联盟第十的高星 身后有农梅 伦纳德 字母哥 欧文 还有利拉德这样的顶级球员 依旧让人感到窒息 即便是绝世队内 他也比第二高星的戈贝尔高出了整整800万美元 而米切尔的五年1.95亿超级大合同 也要在24-25赛季的第四年 才能赶上康利的超级年薪 这样一份大合同成为了康利职业生涯难得的糟点 但钱反正都拿在手里了 谁又在乎别人的风言风语呢 第三名 尼古拉斯·巴图姆 巴图姆在开拓者年少成名 打出过11分 10助攻 5篮板 5抢断和5风盖这样的全面数据 并且偶尔达成三双的亮眼表现 在那个全能小前锋当道的年代 开拓者在2012年 为他开出了4年4612万美金的合同 绝对是物有所值 然而在2015年 巴图姆成为自由球员 得到了胡人和小牛的追捧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巴图姆有着法国皮棚的绰号 黄蜂老板乔丹 对留下巴图姆有势在必得的理由 2016年7月1日 一则惊天消息炸响了整个NBA联盟 巴图姆与黄蜂签下了 5年1.2亿美元的超级合同 但是在签下这个合同之后的几个赛季 巴图姆非但没有像老板乔丹期盼的一样 成为下一个批棚 反倒是因为早早实现财务自由 让他越来越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赛场上 签下一元合同的第二年 巴图姆的场均数据 从15.1分 5.6篮板 6.2助攻 跌落到11.6分 4.6篮板 5.5助攻 随后更是一年不如一年 每年能够领着2500万美金的工资 却心安理得将自己的数据单挂零 并且因为慵懒的比赛态度 经常出现正负值全场最低的情况 最后彻底调出了轮换阵容 2020年的休赛期 黄蜂为了签约海沃德 必须准备另一个1.2亿合同 所以他们不得不用延长条款 将巴图姆裁掉 剩下的2700万美元 分期三年交到巴图姆的手中 于是巴图姆生涯最值得说到的事情 便是成为了迈克尔·乔丹老板生涯的签约代表作 第二名 胡人二老 胡人一向以签约超级巨星的狠辣手段 而让其他球队闻风丧胆 可是如此精明的胡人管理层 却在2016年的夏天 接连做出了非常愚蠢的操作 2016年7月1日 胡人宣布用四年价值6400万美元 签下骑士的冠军中锋莫兹哥夫 要知道 他的上一个合同也仅有三年1400万美金 即便是夺冠赛季 他也场均只有6.3篮板 4.4助攻的表现 不过这还没完 三天之后 与1.2亿的法国皮棚 失之交臂的胡人管理层 再度丢下重磅炸弹 英国乔丹·罗尔顿 以四年7200万美元的全额保证合同 加入到胡人国度当中 这样大的豪迈气魄 不知道详情的球迷 还以为胡人到底是签约了OK组合 还是提前凑齐了詹姆斯农眉的组合 当他们看到一位全明星边缘的前锋 以及一个纯粹到极致的蓝领中锋的时候 许多胡人球迷都气得快要吐血来 新赛季 1600万年星的内线剧情 场均出战20.4分钟 贡献7.9分 4.9篮板 而1800万年星的当家前锋 场均出战26.5分钟 打出了7.6分 5.3助攻的统治级数据 彻底摧毁了胡人球迷的耐心 更重要的是 这两位球员几乎没有第二支球队 再愿意接受 他们必须要在剩下的四年间里 接受巨星们的无视 新秀们留队的迟疑 还有其他球队的嘲笑 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 胡人不得不用莫兹哥夫 搭上自家的天才新秀 拉塞尔 才让他们勉强能够在2018年 有签约詹姆斯的空间 但是罗尔顿实在是无人问津 只能砸在手里 2018年9月2日 胡人利用延伸条约 与罗尔顿达成买断协议 剩下的1500万美金分三年支付 一直到胡人在2020年夺冠 他们的薪资名单中 依然被罗尔顿占据着 500万美金的空间 即使胡人如此漫长的历史 这也是无法抹去的签约黑点 第一名 帕森斯永远的神 都说经典永流传 谈起垃圾合同 就永远绕不开那个伟大的名字 钱德勒·帕森斯 不知道有多少球迷 还能记得帕森斯 在大合同之前的表现 作为2011年的 次轮38顺位的球员 帕森斯的第一份NBA合同 仅仅只有4年370万美元 但是他只用了6场比赛 就取代了蔡斯·巴丁格 成为火箭的首发小前锋 随后渐入佳境 让库班心甘情愿 为他开出1500多万年薪的合同 他在小牛时期的表现 依旧可圈可点 当时也一并与巴特勒 伦纳德 海沃德 这批年轻的小前锋 相提并论 不过令人比较担心的是 他做了三次手术的膝盖 让他有两个赛季提前报销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2016年的夏天 灰熊开出了帕森斯 无法拒绝的价格 4年9480万美元的顶薪合同 但是灰熊球迷 万万没想到的是 帕森斯从小牛时期的 场均14.7分 4.8篮板 跌落到7.2分 2.6篮板 1.8助攻 换算下来 灰熊为帕森斯支付的 每10万美金 只能够让他为球队得到1分 简直惨不忍睹 最残酷的是 帕森斯在灰熊的第三个赛季 只效力了95场比赛 2017年3月 又进行了半月版摘除手术 但是帕森斯却对此毫无波澜 在赛场外养伤的日子 格外的潇洒 身体发福走样不说 身边的嫩模女星 换个不停 然后想到第四年的工资 又要涨到2510万美金 开心地笑出了声 19-20赛季 老鹰为了腾出空间 接下了帕森斯最后一年的合同 他们也不是没有想过 帕森斯会在合同到期之前 会再挣扎一下 可是让他出场的五场比赛里 这位曾经的明星小前锋 只能贡献2.8分 1.6篮板 0.6助攻 投篮命中率28.6% 任命的老鹰就彻底放弃了帕森斯 随后宣布将他裁掉 其实我们仔细发现这些薪水小偷 大多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2016年的休赛期 因为巨额的电视转播费用 每只球队突兀 或昆博 薪资 4564万美元 在2023-24赛季公路队有两位球员 弃身NBA收入前时 字幕哥与利拉德一同上榜 这两位公路球星 本赛季的收入都是4564万美元 字幕哥在2020-21赛季开始前 签下了他目前的合同 当时他刚刚蝉联常规赛MAP 并获得了2020-21赛季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他签下的是一份价值 2.282亿美元的超级顶薪约合同 这在当时创下了联盟记录 与利拉德一样 字幕哥应该仍将是NBA收入最高的权之一 他在2023-24赛季开始前 又与公路签下了一份为期三年 价值1.86亿美元的薪约合同 其中包括2027-28赛季的球员选项 迄近为止 字幕哥的职业生涯收入 已经超过了2.34亿美元 而在未来四年内 随着他最近的薪约合同 每年为他带来超过5800万美元的收入 这个数字可能会翻倍 第八位保罗乔治 薪资4,564万美元 本三季同样收入4,564万美元的 还有快艇队的球星保罗乔治 乔治目前正处于 他在2020年休赛期签下的 一份为期四年价值1.9亿美元的合同之中 这是他在被交易到快艇队 一年后的夏天签订的 目前乔治和快艇队 正在就一份新的续业合同 进行深入讨论 双方都希望乔治能够继续为洛杉矶效力 自从2019年休赛期成功引进乔治和科怀 伦纳德以来 快艇队就一直将赢得总冠军 作为他们的终极目标 然而不幸的是 霉运和伤病一直困扰着他们 阻碍了他们的登顶之路 职业生涯中 乔治已经赚取了超过3亿美元的收入 如果他在明年选择放弃续业选项 他将有资格获得一份续约合同 7.科怀伦纳德 薪资4564万美元 在过去的三个赛季中 乔治和伦纳德的收入一直持平 然而当乔治还在考虑是否续约时 伦纳德已经决定放弃 2024-25赛季的球员选项 并在今年早些时候 签下了一份价值1.5亿美元的 三年续约合同 伦纳德与快艇队续约 意味着他决心为这支球队 带来首个NBA总冠军 这是自2019年夏天 他加入球队以来 一直未能实现的壮举 当时他刚刚带领暴龙队 夺得总冠军 如今他希望通过这份新合同 继续为快艇队效力 为球队赢得 渴望已久的总冠军荣誉 到目前为止 伦纳德的职业生涯收入 已经超过了2.76亿美元 而当他的新合同结束时 这一数字将跃升至 4.26亿美元以上 6.凯文杜兰特 薪资4640万美元 在这份榜单上看到 历史级别巨星 杜兰特并不令人意外 尤其是因为他至今 仍是NBA最出色的全员之一 作为前常规赛MVP 14次全明星 和10次NBA最佳阵容的获得者 杜兰特完全赔得上 NBA最大的合同 本赛季杜兰特将赚取 4640万美元 这是他于2021年8月 与蓝网队续约的 4年1.94亿美元合同的一部分 这份合同没有包含 任何推出选项 这意味着杜兰特 在2025-26赛季合同到期之前 无法掌控自己的局面 然而合同中包含了 价值高达620万美元的 奖金激励 等到目前这份合同结束时 杜兰特的职业生涯总收入 将达到近5亿美元 考虑到他目前的合同到期时 他将年满38岁 这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 最后一份大合同 5.布拉德利·比尔 金资4674万美元 比尔是本赛季收入 前10球员中荣誉最少的 尽管比尔只入选过 三次全明星阵容 并且只入选过一次NBA最佳阵容 但他并没有妨碍 他的前东家乌师队 与他签下了一份 5年2.51亿美元的 巨额续约合同 本赛季比尔的收入 达到了4674万美元 当初太阳队从巫师队交易 得到他时 如果他选择不放弃 那15%的交易奖金 那么他在这份收入榜单上的 排名可能会更加靠前 目前比尔正处于 他现有合同的第二个年头 这份合同将一直延续到 2026-27赛季 届时他将有权决定 是否执行那份价值 571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如今已经30岁的比尔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已经赚得了超过 2.67亿美元的丰厚收入 而等到他目前这份合同结束时 他的总收入更是将突破 4.28亿美元大关 4.乔尔恩比德 薪资4760万美元 这费城76人队的超级球星 在2021年签下了一份为期 4年总价值高达 2.13亿美元的学业合同 这份合同将持续到 2026-27赛季结束 平均每年为他带来 5330万美元的丰厚收入 本赛季恩比德的收入 达到了4760万美元 该合同中包含了 他在32岁赛季时的球员选项 如果他选择执行这一选项 他将获得高达 5900万美元的薪水 尽管恩比德在过去 有着伤病困扰 但他在NBA的职业生涯中 已经累积了巨额财富 迄今为止 他已经赚取了超过 2.14亿美元的收入 而当目前这份合同结束时 他的职业生涯总收入 将累计突破 3.8亿美元大关 值得一提的是 2017年恩比德面临续约时 尽管当时他只打了 31场职业比赛 但76人队仍然毫不犹豫地 与他签下了一份 为期五年的顶心续约合同 这足以见证 他的潜力与价值 3.尼古拉约基奇 薪资4760万美元 尼古拉约基奇 被广泛认为是 当今世界上最出色的 篮球运动员之一 他完全配得上 尽快支付给他的每一分钱 作为两件常规产MAP 并有可能在本赛季 第三次获此殊荣 约基奇本赛季的收入 也达到了4760万美元 在去年赢得NBA总冠军之前 约基奇签下了一份 为期五年 价值2.64亿美元的 超级顶心续约合同 该合同从本赛季开始生效 平均每年支付给 约基奇5520万美元 而在合同的最后一年 即2027-28赛季 他还拥有一个 价值6280万美元的 球员选项 迄今为止 约基奇职业生涯总收入 已经超过了1.98亿美元 而当目前这份合同结束时 他的总收入将翻倍以上 标称至令人瞩目的 4.26亿美元 2.勒布朗·詹姆斯 薪资4760万美元 可以说詹姆斯是 NBA历史上荣誉最多的球员 而在39岁的年纪 詹姆斯似乎还没有 放慢脚步的现象 尽管年岁已高 但他仍然在与 时间老人抗争 并保持着 联盟顶级球员的地位 这也是他至今 仍能够获得 巨额薪水的原因 詹姆斯在2020年 签下了他目前的合同 一份为期两年 价值9900万美元的 许业合同 其中包括 2024-25赛季 价值5140万美元的 球员选项 他今年的收入 为4760万美元 这使得他的职业生涯 累计收入达到了 4.79亿美元 成为其前为止 NBA历史上 最富有的球员 可以肯定的是 在詹姆斯辉煌的 职业生涯结束时 他很可能成为 NBA历史上 第一位薪资 总收入突破 5亿美元的球员 除了球场上的收入外 詹姆斯还通过 广泛的代言和商业投资 累计了巨额财富 据福布斯估计 他的净资产 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10亿美元 1.斯蒂芬·库里 薪资5191万美元 排名第一的是 库里这位35岁的球员 曾四度夺得 NBA总冠军 两次荣英常规赛MVP 一次总决赛MVP 并十次入选 全明星阵容 他仍然是NBA中 最优秀 最令人兴奋的球员之一 在2021年夏天 库里与勇士 签下了一份 为期四年价值 2.15亿美元的 续约合同 这样他成为了 NBA历史上 第一位签下多份价值 超过2亿美元 合同的球员 早在2017年 库里就已经获得了 第一份此类巨额合同 当时勇士队 为了彰显他的杰出贡献 与他签下了一份 为期五年 价值2.01亿美元的合同 库里的当线合同 将持续到 2025-26赛季 期间每年的平均薪水 高达5380万美元 合同为全额保障 且在最后一个年 没有球员选项 届时他将获得 高达5960万美元的薪酬 目前库里是联盟中 唯一一位年薪超过 5000万美元的球员 尽管这种情况 在下个赛季 可能会有所改变 但在库里的 现有合同结束之前 他仍将稳坐 NBA收入榜的首位 迄今为止 库里的职业生涯中 已经累计赚得了 3.54亿美元的薪水 预计在他的合同结束后 总收入将达到 4.7亿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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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